jesman 我現在還未在深夜的台北市的超級市中心 這一條路就是白天車水馬龍的信義路 那今天來到這裡要為各位體驗一個 我個人覺得非常酷 然後我很期待的無人公車 什麼概念呢 就是自動駕駛 應該是自動駕駛吧 因為我聽他們講 他們就是全自動駕駛 然後他們現在在試辦 然後試辦的話只有在深夜才會出現 聽說9月底就會正式可以搭 對 我們要等著那個無人巴士來了 我長得跟一般巴士不太一樣喔 自動駕駛實驗車 各位 我現在已經上車了 然後呢 很魔幻的點是 這個位置 算是 這是二枕嗎 說無人 但其實是有 這是司機啊 這是司機吧 是司機 司機 坐這個位置就需要了 小騙 你就是司機吧 安全操作 司機沒有在踩油門耶 他雙手真的放開來的 所以真的是 當然 我可以很快速就接受這件事情 因為我開過蠻多次的特斯拉 那其實特斯拉只要他在道路維持 然後 就基本上你的路況不要太複雜的話 其實現在很多包括特斯拉 或是新一點的車子 他們的車道維持 自動跟車 其實都做得很好 但是在公車上我這是第一次見 然後現在是 它是紅燈在煞車嗎 對 它的紅燈煞車是偵測紅燈還是說系統直接跟他說這邊是紅燈 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所以他有一個防呆 用Canva去看紅綠燈 但是因為有時候你會看不到紅綠燈嘛 對 所以我們還有從交控中心接的號制資料 會有網路的資料告訴我們他快要紅燈 速度好像有點慢 這現在時速是大概多少 接近20 接近20 對 可是一般公車應該是開超過這個速度的啊 如果是講新一路的均速大概30出頭而已 你說這邊的話30出頭 對 因為新一路每一個紅綠燈很短 它就要很早就開始預踩煞車 一來它加速沒那麼快 然後它很快就要煞車了 那到時候正式的話速度會 你們限速會現在也是20嗎 我們一開始會限制這個速度 然後再慢慢提高 慢慢提高 因為深夜可以標一下吧 所以這個位置的它不叫時機 它叫做 安全操作員 安全操作員 那安全操作員的話就是 平常就不會做事情 他的精神要當做他在開車 所以他才會知道車子有異常 跟我們開特斯拉或是開那個飛機一樣 就是有自動駕駛 可是坐在操控台的那個人 可能需要隨時介入 對 這個青藍色的線是 理想中公車要走的位置 我們設定好了路徑 那紅線是不是它偵測了障礙物 是嗎 紅線是那個LIDAR在掃描的範圍 在掃描說有沒有車子要衝進來 有沒有各式各樣的物件 我們到車子前面 然後你們拍這個螢幕 會很好玩 上面那兩個是光學雷達 LIDAR 所以你剛看到紅色的波子 他們在掃描 掃描整個周遭 然後有好幾個攝影機 那這些攝影機是在觀察它前方的物件 是什麼東西 是人啊 是車啊 所以他們現在在拍那個就是 我們有被標註起來 我們是一個人類 喔我們現在被標註了 汽車的話 他們會把它標註說它是車輛 然後會有距離 什麼3.8公尺 4公尺 了解了解 可是我說實在的 因為現在這個這樣子裝 稍微有一點土砲感 對 就是到時候你們外觀會在優化嗎 下一代產品 下一代 這個是試坐車啊 所以到時候應該會跟這個面板 會直接整合相在裡面 我們現在用這種架子啊 用這種支架 都是為了隨時可以調整角度 它都還不是一個 它還不是 固定的東西 這是很早期的 這是實驗品啊 那我們之前都在修正 那個靠月台的距離 喔也不能太遠也不能太近 我們現在車門距離月台已經是 15公分左右 喔那算很 算抓得很好 以這麼大的車子 15公分其實 以開 對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對 然後我們的目標是5公分 蛤 5公分 那5月的時候是 60公分 5公分的目標就是希望 輪椅可以直接推這樣 因為它的縫就這樣 無縫這樣再咳咳 這樣上去 它的縫可能就這樣 其實10公分感覺就可以了 15公分比較 要出一下力 10公分會掉下去一點 喔會掉 就是推一下 所以其實你們的工作就是 信義路直線算相對單純 可是就是細節要做得很細 就是每一個站 然後要想盡辦法的 靠到很近 目標是5公分 然後現在做到15公分這樣子 然後包含 很多自駕車的服務流程 比如說 我們原本都只是想說 就是司機不要開車而已嘛 後來才發現司機做很多事 比如說 他會注意一些 有的沒有 比如說有人被信燒 喔對對對 他也要負責 如果是自駕車 就不會有人幫你把門關起來 送去派出所啊 那個 或者有人吵架什麼的 有人逃票 嗯嗯 以後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管他啊 嗯嗯嗯 然後有 比如說半夜只有一個人在車上 然後那個人昏倒 那如果是自駕車沒有的司機會救他 所以後來我們才知道 因為司機做很多事情 他不是只有開車 即便沒有司機 可能還是需要一個安全防護員 然後同時還要再監 監一些工作這樣子 欸就是我們會用很多AI的方法 在車內偵測人的狀況 是信燒老的部分嗎 那可能就要有一個手勢來求救這樣 然後沒辦法救他 可是可以幫他叫警塔啦 所以現在這段過程 就是在摸索這個服務 到底要怎麼做 嗯嗯嗯 他不是只有車子開來開去而已 因為我其實很期待這個點 是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說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說 例如我們學生時代啊 或者是熬夜再加班 那時候趕公車趕捷運 因為最後一班就是11點12點 可是如果這個東西普及了之後 那我覺得太好了 我請員工他們再也沒有12點就要回家的見口了 老基法老基法 前期他還是要部署一個人力在這裡 所以其實他成本還是在 還是在 這個人的薪水不會比較低 就是理論上應該可能更高 他就是正常司機的薪水 就是正常司機的薪水 所以其實成本 早期成本還是在 但是就是往那個方向在前進 所以對我們來說 這是研發成本 就是只有他們才會知道 這台車這樣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專業的嘛 然後我們是參考他們的經驗 來修正程式這樣 好各位那其實剛剛稍微 搭乘了一陣子 也跟他們的公司負責人 然後也跟這個安全介護員聊了一下 那這支影片大家可能覺得說 是不是我收了錢來業費 其實不是 是我自己個人對於自動駕駛 我對於新科技的東西 是很有興趣的來體驗 那其實我剛剛也有稍微跟他們講說 我自己覺得哪邊可能可以改進啊 怎麼樣可以比較好 不過也歡迎大家 9月底到他們說到明年1、2月都可以申請 就是深夜的時候來這裡搭無人車 我覺得很浪漫 好不好 就申請帶梅亞來這裡 搞不好全車只有三個人 還會有一個 還會有一個自動盲護員 安全盲護員 安全盲護員 好不好 好啦以上這支影片 希望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好 好 好